Hello 大家好 我是妈妈730吉祥物Danny 今天我找了两位好朋友 两位营养师 因为他们认识的东西我不认识 教我们在炸暖环汗的时候煮滋润的汤水 一会儿我们到片尾还有彩蛋 彩蛋是介绍的 今天最划算 大家可以在妈妈730.com 买到的一个很丰富的礼物包 事不宜迟 那我们今天煮什么汤啊? 猴头菇 究竟什么叫猴头菇呢? 其实我每一次去药材店都怕我认错 哪个最像一个动物的头 猴子头有毛的 这一块 暂时在这里来说就是这一块 猴头菇的菇 煮出来的汤很独特的 很独特的 很独特 很独特 为什么呢? 很香 很香的? 你没试过走到超市 常常有姐姐在打汤给你喝 我每次都走过去喝几杯 几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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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喝几杯 今天我们煮的猴头菇 还有这个有红萝卜 红萝卜 红萝卜 其实这个我真的有东西要问 因为红萝卜 我从小来 我认识的红萝卜是有酥的 是有很多啡啡的泥 你认识的红萝卜 年纪越大 红萝卜就越干净 现在很多时候 红萝卜都是滑滑滑的 究竟作为一个想煮汤的男子 我们选选红萝卜的时候 应该选一些滑滑滑的 还是烏糊的呢 我 食材博士 你解答 大家这样说 你也不让 其实我觉得 传统我们 我们广东人很喜欢喝汤水 通常我们的广东汤水 会用一些 你刚才说的 以前见惯的那些 粗身一点 很大一样的 面上有很多例的红萝卜 因为红萝卜 其实那个甜度和红萝卜的味道 是比较浓烈的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煮汤 我很喜欢用有泥的 是的 我也知道你是喜欢用那种 那种煮出来的汤 红萝卜味就特别浓郁 又甜点 这种对你 但是那种红萝卜 确实就煮久一点 所以这种对你 那今天我们就 买了这种红萝卜 就不是我们刚才说的那种 不是啊 我记得我妈跟我说 买红萝卜 那种有泥浓的红萝卜味 是粗一点的 是的 那粗一点的红萝卜 是会甜一点的 我也觉得是 所以 所以 通常我们选择这些 普通 就是太瘦相 我们会买一些肥 一些 但是这种是 你不是去皮而已 它本来肥 我去的 不是 你弄到它瘦而已 本来很肥 因为这种是有甘筍的香味 是 还有吃的时候 爽口一点 脆口一点 就跟泥的红萝卜煲汤 那些就不同了 因为泥的红萝卜 是不可能就这样 就切条炒 就很硬很实的 所以 如果你或者是 煮菜炒 或者是煮一下东西 或者我们煮西餐 有时候都是用这种 我们平时用 比如用 鸿手炆 牛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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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时间少 我们通常都会煮一些 是的 小一点 快一点 比如滚鱼汤 甜度低一点 但是我觉得都是很香 红萝卜的香味 其实很多都很甜 好了 其实我想问 煮这些汤 加瘦肉 是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在健康、营养、减肥角度上 我们通常叫做瘦肉 或者猪腱也可以 因为猪腱除了头尾的根 有少少脂肪之外 其实整条肉的部分 都是比较瘦 比较低脂 我们最怕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传统煮汤水 好像是想一些汤好喝 当然是用一些有脂肪的骨 去令到 因为你知道 很多味道的东西是油溶性的 如果我用一些猪骨 或者比较高脂肪的食材 煮它的时候 汤就会特别香 喝起来好像好吃 但是我们要避开这件事 所以其实通常 避开这件事 当然了 因为我们不可以喝汤 避开那些肥油 是的 我们要这样的 所以我们尽量不建议用一些 譬如各类的骨粒 譬如像雷脂骨 雷脂骨 雷脂骨 细脂骨 细脂骨 但是这些通常猪肉肉 都最喜欢的东西 都是那个原因 汤香的 油香多些 猪油香多些 通常我们有两种 通常有时见 营养师会告诉你 用猪剪的 是吗? 为什么呢? 其实瘦肉呢 如果我煮完湯 够瘦肉 要怎么吃呢? 看看它滴不滴 瘦肉很久 最少煮2-3个小时的湯 不滴 不行的 瘦肉 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瘦肉 我真的不是骗你 老实说 我知道你平时会开五花腩 你不知道什么叫瘦肉 这个亲戚根本上就不懂的 所以说你就会煮 猪剪 猪剪通常吃下去 始终它有少少肥 所以吃下去它就会流伸一点 其实很多家人很喜欢煮完湯 他们会拿湯渣出来 然后吃猪剪 通常吃猪剪的时候 会点少少少豉油 但如果瘦肉 就会难吃一点 就是粗糙一点 其实除了瘦肉 这个 红萝卜 红萝卜 薑片 有用的? 薑片有没有用的? 因为要侵附着你其中一种的 我以为侵附着你 我以为侵附着你 侵附着你 侵附着你 其中一个煲汤食材 什么呢? 就是这一块的裸片 裸片 裸片很甜的 配腥 腥? 因为海产 海产背壳类 通常下这些煲汤 都要放两三片姜片 去逼一逼 这样就会好喝点 那这个呢? 淮山 淮山 我知道这个是几子 是的 这一块就是沙沙 这个我会吃 OK 好 还有 还有两种食材 因为通常我们煲汤 都会下一个果皮 可以令它香一点 我想中医的角度上 我觉得它们也有一些原因 可能令到 平和一点 应该 因为我不太熟悉 我不敢说中医 但我相信可能 有它的作用在 那些人说 那我们就觉得 无论味道方面 都可以放下去 不过好像 不是很像的 你要留意 一会煮的时候 可能浸软了之后 刮了面团的浪 可能喝的时候 汤就没那么苦澀 就会好喝点 好了 另外还有这个 这个就是 你不要看它小小粒 其实这个很有学问 你一个手指头那么大 但是 我相信各位观众 都不是很多人知道 其实这粒 我知道 瓜子 它叫南北行 但是 不是 南北行就错了 我现在很专业在说 一粒南北行 是要去头 你知道什么叫去头 去替人眼 去什么 我就会说 撕出尖尖尾 是的 是要这样的 我专专拿两粒给你看 其实是南北行 你撕来看看 就是有大小的 这边 这边 真的有南北行 不过通常我们买的时候 在街市一买南北行 就一包小小包 里面都有 那为什么要撕了头 毛高 广高 就是顶顶的位置 那为什么要撕了头 我都猜到你一块 是 上一代教 其实 营养的角度上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好像没有 但是上一代教 说我呢 因为南北行那些 可能有少少毒素 所以他们就说 摘了顶去 摘了尖尖去 我记得小时候 帮忙做家製食材的时候 我就会做这个动作 就是我了 就是逐一逐一摘 就是逐一摘 其实你还没说 我以为是说 因为尖尖会刺到喉嚨 是吗 所以我想了很久 但是这个应该不是 开刷的时候 那我们要快 那现在已经煮好了 汤莲渣 为什么要汤莲渣呢 吃一下 因为很重要 在营养的角度上 其实 汤就好像饮水 補充多些水分而已 其实营养在汤里面 其实不是太多的 我问过Thomas 他说那些蛋白质 是不会在汤里面的 因为时间那么短 不会那么容易溶解出来的 你看看什么食物 譬如我们平时 人家煮花枪 它就会容易溶解出来 我们平时花枪汤 你看到全粘 那些都是一些蛋白质来的 但如果平时 我们这块肉类的蛋白质 真的很难释放出来的 那如果 减肥的朋友 那些战友 他们其实 晚上可不可以 就是吃一点点饭 又吃一个这样的汤 你好像在说自己 我觉得 是不是比吃素更好呢 不会的 通常想减肥的朋友 常常都会告诉我 他晚上不吃东西 通常只是喝碗汤 那这个好吗 那就不吃了 那这个方法 那可以吗 那看看你的汤用什么煲 那如果这个汤有什么呢 那其实都有丰富的蛋白质 因为呢 我们有这个裸片 裸片是蛋白质的 那如果我们 那当然不可以吃三角 骨胶原 骨胶原没有 没有蛋白质 骨胶原 其实不用特别这样吃下去 是吗 我们吃个蛋白质 落个身体 身体自己会重组的 那就会制造骨胶原出来 是吗 是呀 其实不需要就这样吃 为什么不在我身上出现 如果它制造不了骨胶原 你的皮肤不会那么漂亮 其实一天都在製造的 你先说一下 那其实你吃红萝卜 那就是有蔬菜 那然后怎么样令到这个汤水变得均衡呢 那我们其实还有些什么 淮山 淮山其实就有少淀粉质 但其实量又不多 是吗 淮山有淀粉质 这个真的没人知道了 如果你真的晚餐想喝个汤 那一定要吃汤渣 因为我们一餐正常有蔬菜 有蛋白质 跟着还有淀粉质 那几够淮山当然不行了 那比如你说 那喝个汤 可能有时候人们说汤饭 都要吃少少饭 那才均衡 不可以只喝个汤 是啊 我记得你经常 你们两个都提醒我 就是千万不要不吃饭 減肥 我们现在叫什么 即是均衡 肯定要吃饭 一定要吃饭 不是一定要吃饭 一定要吃淀粉质 我突然想到 其实现在不是很流行 一些药膳的食物 其实你可以将这个汤 煮一下 面线之后放下去 面线 就会多了一点的淀粉质 那你放下去 就像那个药膳面线 其实就可以了 那你就吃一点瘦肉 如果我们买猪腱的话 就更好吃 是啊 是啊 其实我们现在介绍了这么久 当然要告诉大家 就是怎样 买齐这些材料 因为 其实以前 你去药膳店很烦 现在呢 妈妈730 官宴棧 有这个药膳汤包 就是保健猴头菇 裸片健肥汤 就是养生会 99元3包 刚才我们这里 是放了一包左右 我放了一包 放了一包 对了 是不是四人份量 2-4 2-4 所以其实这里可以煮到 这里已经有四碗 就是四碗 我们普通米通碗 中国碗 四碗 它开出来是不是就是这样 是啊 不是骚髒 不是啊 我也有浸水 洗一洗它 其实都是有这个程序 所有这些食材 都会浸水 然后洗一洗 然后把它倒掉 才放进去煮 我也有的 OK 那大家记住 这次呢 其实呢 煮这个汤最好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呢 通常呢 农历新年大家吃很多东西 有时候真的要清一清腸胃 或者 就像我那样 有时候需要有某程度上 希望自己健康一点 这个呢 这么多东西 你猜一下多少钱啊 你猜一下 八百 八十八 所以各位家庭主婦 各位亲爱的朋友 你们呢 只要第一次上来 妈妈730.com 买 任何的产品呢 我们都有迎新礼品 150元的开心福袋 这个福袋呢 最好就是大家 新年那时候呢 就一打开 就哇 有这样 有那样 有那样 你都不知道有什么的 那其实呢 那样东西都很有用的 我很多谢我两个 认识了十几年的营养师 大家看到我 这么瘦都知道 因为其实我认识他们 不是认识就瘦的 你也有努力过的 我有努力过的 经常都会做运动 是的 这是典范来的 如果大家想知道我如何做运动 可以上我Facebook找我 但我不容易找到的 好了 今天跟大家聊到这里 那就多谢了 还有给我们这么漂亮的锅 去拍摄 但这个锅其实它没有贊助我们 所以我叫它做 LaLaLa煲而已 好 下一次跟大家再煲汤 或者煮饭 拜拜